今天是一场重量级的勇艺交流赛 但是精彩程度绝对超乎你的想象 左边带着蓝色拳套的就是巨熊拳管的二十兄达切克 体重125公斤 右边带着红色拳套的 这家伙也是个狠人啊 他叫哈吉拉夫卢佐夫 体重110公斤 那么这家伙也是经常打裸拳的 今天是一场实战比赛 并不会进入自己的职业战绩 但是你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双方都是奔着KO去的 带着蓝色拳套的达切克 去年也是出现在我的视频里啊 一打二大家可以有兴趣可以去翻一下 哈吉是占有了身高逼准的优势 哈吉后半拳并重 哈吉一个前半拳打中了额头 打几个后手拳插着哈吉的肩膀过去 双方是火药味十足 互换前手 哈吉前半拳打空 哇哦漂亮 哈吉后手拳命中 这一拳是接手的打在达切克的下巴上 但是达切克立马就爬起来了 踩带上前给达切克赌秒 觉得这一拳啊 如果是普通人的话 早就没了 达切克表示没事可以再战 哈吉这个块头啊 看起来比达切克还大 为什么体重比他小一点 互换前手摆拳啊 达切克没打中 再轮后手拳还是没打中 哈吉的速度啊 确实快 这个一点都不像重量级的选手啊 互换前直都有命中 哈吉后直前摆 哈吉前摆全命中 打完就这 非常聪明 前手全命中 达切克是干着急 就等着摇脚 哇 这个后摆拳好像又有了 再来一拳 打这个开始抡起了死亡 轮板啊 打不中是没有用的 打中的话就一下 哈吉前手拳再次命中 今天这个前手拳啊 是立的大功了 再来个后手拳 哈吉也放起了大招 看看达切克能不能摇中奖 哇 这下换拳啊 哈吉先打中 哈吉的拳更快啊 这拳是非常重啊 紧接着又轮了一拳 打到下巴了 再加上惯性 达切克倒地 裁判上前 暂停比赛 这个时候啊 达切克的老婆也跑上来了 叫他不要打了 现在已经分出胜负了 达切克还是不服气啊 还是要打 他可能觉得面子上过不去啊 双方选手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啊 虽然达切克也很猛 力量也是超级恐怖 但是技术差距还是比较大啊 下面我们来看一组精彩的慢镜头 现在知道步伐的这种系列嘛 大家练拳呀 多练步伐 其实这拳已经重创达切克了啊 而且还带着这么厚的拳套 如果说带的是分支拳套的话 应该早就结束了 一拳就结束 爱格斗爱生活 这里是小北格斗频道 喜欢看格斗拳机 记得关注小北哥 我们下期再见 全部由社会不了人参加的打架综艺 Brington Down第五季的决赛来了 本季度的赛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决赛季的会伙们都是大家熟悉的面孔 今天跟的第一场比赛是双打赛 老规矩先点赞评论 没有点关注的先把关注点上 我们一集一集给大家更新 这个把纹身纹在脸上和脖子上的狠人 叫信元空 他在第五季面世的时候 就和林木大福发生了冲突 招三未来绝地给他们一次机会 让他们的现场解决恩怨 在这里促成一场比赛只需要五分钟 比赛一开始 信元空展现出了非常强悍的进攻能力 打的林木大福是没有任何的还手之力 最终是轻啊一举的就击败了林木大福 拿下了Brington Down的首血 赛后朝三未来问他要打谁 他的回答是你要打谁就打谁 今天的这场双打赛 信元空的队友就是这个满身纹身的山岗 关注过小北哥的Brington Down系列 应该都知道 山岗在第五季的时候也来过 面试的时候因为踢坏了话筒 到处挑衅之前的选手 所以说最终啊是被朝三未来给赶出去了 看过Brington Down第四季的应该都认识他 他在第四季也参战过 而且打的还是不错的 虽然说没有什么训练痕迹 但是打起架了是真的猛 说明他也是不少在街头打架 今天双打格斗的对手方 很多训练应该都认识了 左边的脏鞭和右边的尤川 双方的四名选手都在分别布置战术 那么好 接下来我们进来看这场由四名混混组成的格斗比赛 你也可以称之为全欧赛 现在正式开战 这就是真正的把街头打架融入了擂台 俗话说狭路相逢勇者胜 游川被西原空几击重拳击中 脏变顶西 脏变和山岗的战斗中略微占了点优势 比赛再次打出了胶着的状态 时间还剩下最后30秒 但是游川这边已经被打出了血 看起来也是比较严重 鼻子上嘴上都是血 游川拼命的反击啊 打出了一波频率 但是在权重方面还是打不过这个信源空 信源空打架就是往死里打感觉啊 非常的狠 游川现在是被打的面目全非 好比赛时间到 仍然是一回合一分钟 那我个人觉得这场比赛也没有什么悬炼了 接下来的赛事我会接着给大家跟 爱格斗爱生活 这里是小北格斗频道 我看格斗 记得关注小北格 这个现场的工作人员 拿着个抹布再移 哈哈哈 好现在等到最后的宣判时间 果然啊 最后是信源空和山岗拿下比赛 大家如果喜欢看这个系列啊 记得关注点赞 不要忘了转发评论哦 下期精彩比赛 我们不见不散 这家伙绝对是个狠人 拆开一瓶酱油就往自己的头上倒 江湖人称酱油哥 很多兄弟问我 这个酱油哥为什么在选拔赛的时候并没有打 不是没有打是没有人愿意跟他打 太买菜了 谁愿意打一架以后回家买成的酱油啊 就连这个田野也不愿意跟他打 那么今天张湖未来把他安排到决赛 酱油哥自从参加了 BREAKING DOWN第五季的选拔赛以后啊 成了日本网红 他今天要面对的对手绝对也是个狠人 黑幕 看过之前比赛的人都知道啊 这个黑幕已经打过两场比赛了 而且两场比赛的对手都是职业选手 第一场比赛是在选拔赛的时候 KO了山本龙宽 就是这一季高扫腿啊 后面一场比赛又被西谷大神KO了 那无论如何酱油哥今天要面对的对手 肯定是个高手 关于酱油哥的实力 目前我们还不得而知 他自称是有比较短暂的格斗训练 那么好 带着这个红色拳套的黑幕 和带着蓝色拳套的酱油哥马上开打 兄弟们千万不要走开 把关注点上 虽然并没有看到酱油哥打比赛 看起来他还是很自信啊 一赛一开始 黑幕就重拳出击 酱油哥自己滑倒 黑幕连续低凿 黑幕后手摆拳击中 这个酱油哥我感觉啊 绝对不是新手啊 不知道你们怎么觉得 我反正感觉他这个人肯定是打过比赛的 非常的稳啊 一点都没有紧张 也没有乱点报价 黑幕现在有点招架不住 哇哦 脚油哥太猛了 脚油哥和黑幕换拳一点都不吃亏啊 脚油哥一个摆拳把黑幕打倒 脚油哥抓住黑幕气力的瞬间把他推倒 好一分钟比赛时间到 这两个打的都不错啊 比较专业 我们来看一下判决结果 恭喜酱油哥拿下比赛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比赛的一些精彩瞬间 我们来看看这个判决结果有没有什么问题 酱油哥第一次摔倒啊 是自己滑了一下滑倒的 黑幕的低扫还是扫中了很多次啊 但是看起来换拳啊 确实是酱油哥占了优势 所以这个判决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看格斗故事 平百味人生 这里是小北格斗频道 我是你们的小北哥 记得点赞关注 那下一期 打架狂人科莫又来了 这是一场积怨已久的比赛啊 两个人在选拔赛的环节 就已经是剑拔路张 下期见 下期见